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繼續講一點點奧運的事情 雖然這個奧運已經去到閉幕禮的時間 不過奧運的一些新聞各方面的事情其實我未講夠 奧運裡有一些澳洲的水球運動員 他們是惡人先告狀 他們用手出指甲揮傷了我們中國的運動員之後 竟然是假裝無辜、假裝受傷、假裝受傷害的人、假裝受害者 幸好我們中國的水球運動員 留下了一些證據都預料他是這麼壞 結果被我們搞到他都口啞啞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我們一起去看看 然後美國他們竟然間是准一些用了禁藥 甚至乎是驗出禁藥用是陽性反應的運動員 竟然間被他們出財 他們的雙重標準被我們中國問到他已讀不回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我們待會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民意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了 首先大家都知道巴黎奧運已經去到閉幕禮的時刻 我覺得這次我們中國的金牌數字都是滿意的 都是不錯的 我們中國的運動員都是下早不少的苦工 每一塊獎牌都是有血有淚的 亦都不需要在這裡在意一下我們的獎牌數字和美國的獎牌數字問題 因為美國他們派出來的運動員的團隊 是比我們中國派出來的運動員團隊的規模是龐大的 所以不需要介意這些東西 但有些東西我們其實都要集中去看一下 就是其他國家的運動員的一些很黑暗的事件 例如澳洲的水球運動員卡恩斯 他在社交平台裡面他們就帶了 出賽前後的傷痕對比照 他就暗示我們中國的水球運動員 是惹傷了他 這件事亦都是引起一個非常大的爭議 隨後 有些網民呢 就將一些截圖 就是將這個澳洲運動員的控訴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一個網民會這樣做 OK? 就好像想質問我們中國隊那樣 跟著就將他截圖呢 就貼在我們中國女子水球隊 熊敦漢的帳號底下 質問他 他說你被傷人 是不是正常的? 對於這件事 我們中國女子水球隊的隊長熊敦漢 他都曬出了自己傷痕累累的照片 並且霸氣回應就說 喂 對抗項目 誰都不要說誰有這些事 就好像三項天人那樣 我們香港隊的運動員被人扯到衣服都爆了 那 你沒辦法的 是不是 那這些 即 都很難去控訴某一個人 我們都沒有這樣做過 是不是 但是這個澳洲的運動員 哼 竟然現在搞得這麼多 那 熊敦漢 他就曬出了自己傷痕累累的照片 也都看到他 胸口 還有一些血跡 還要留有一個疤痕 對於這個卡因斯的傷勢 是不是正常呢 熊敦漢呢 他回應就說 對抗項目 你誰都不要說誰 即是好像 足球項目那樣 即是誰說不知道中了爭啊 中了腳啊 等等各方面那些 你沒得說這些東西 對抗項目來的嘛 亦都說 其實 他不將這件事發到網上 是因為 本身項目本身的魅力 其實 是會掩飾很多人 不為人所知的傷痛 那也是 即是 誰踢球 誰打籃球的 有身體碰撞項目的運動員 會在這自己 經常貼出來 每一場球 每一次練習都貼出來 哎呀 我這裡弄傷了 哎呀 我這裡有花痕 哎呀 陰公豬了 這樣 不會的嘛 是不是 對於網友們 對他的傷勢 的關心 那麼熊敦漢就說 不用了 水球運動員 或多或少 身上都有些傷的啦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 這些已經很久之前的事了 即是傷了很久了 已經覺得 即是 這個運動是這樣的 習慣了的了 那 在星期五的時候 我們中國女子水球隊的隊員 龍三鳳 亦都對於這件事表示 這個美女 即是澳洲隊的隊員 是澳洲隊的中鋒 她說 我身上的那些花痕 都是她穿的 因為她 就是負責防守這個澳洲運動員 我們的中國隊員 亦都說 我的胸口的惹痕 都不少的 還要留下巴 誰明白這些呢 但她不會拿出來做控訴 運動員 就預了 你說 對抗性的運動 就預了 還有 其實 在今屆的女子水球項目 我們中國隊 在分組賽裡面 是無緣進級的 是輸了給澳洲隊的 那她也要走來攻擊我們中國隊? 不是吧 是的 我們的中國隊隊長 洪敦漢 亦都在社交頻道裡面說 其實要成就一項的事業 可能是要幾代人身火相傳 前仆後繼 結果固然很重要 重要的 也是全國上下二百多人 十幾年來的堅持 冷滿的可能是項目 但是火熱的就是他們的心 一二年 一二年從里約 走到去東京 再走到去巴黎 只能夠把淚水留在巴黎這裡 說真的 不是每一個項目 都是這麼容易拿牌的 其實所有項目 都是很難去拿牌的 這個水球項目 或者叫做水球運動 就是起源於十九世紀中業的英國 起初是一個被人娛樂的活動 人們游泳的時候 會在水裡傳一下足球 所以有這個叫做水上足球的稱號 後來逐漸形成兩隊之間的競技水球項目 而這個項目的比賽是相當激烈的 對於運動員的力量、速度、耐力和靈活性 亦都是要求很強的 同一時間亦都是要求運動員 除了一般的游泳技術之外 還要是具備一些良好的專項技術 例如踩水、起跳、轉體 一個叫做抬頭爬游 快速起動、急停、變向游等等的項目 是一個非常之困難的項目 希望我們中國隊在未來日子裡都有一些突破 但是這些對抗項目一定是會有些傷的 跟足球和籃球一樣 你會有身體的碰撞 其實都很少看到別人說 哪裏花了哪裏有些紅狠 這樣就要去控訴 所以這個澳洲運動員 我覺得真的有些便宜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留言告訴我 跟著我們一起去看看 第二些運動項目 例如 游泳 其實 路透社裡 也都在日前報道了 美國反興奮劑機構 USADA 曾經是免除處罰一些 興奮劑陽性的運動員 令到他們可以繼續出去比賽 而我們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WADA 也就這件事發了聲明 譴責美國這些行為 是違規的 這件事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不過就沒有國家夠膽質問美國 除了我們中國 因為沒有辦法 其他國家可能都被美國捏著的袋 錢袋 OK 所以沒有辦法去質問他 他們是盟友 所以都沒有辦法去質問他 但我們中國就問了幾條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問 美國為什麼從認同大麻是違禁藥物 之後去推動大麻 推出禁藥清單 即是說現在拍大麻 拍完 你在美國可以繼續比賽 其實 就在2009年的時候 美國的國保泳將菲比斯 因為吸食大麻而被禁賽三個月 之後 這個美國國保級的游泳明星 在美國國民 甚至世界公眾的心目中的形象也受損 也有些贊助商就說 不跟他繼續簽約合作 之後美國怎樣做呢 美國就將大麻從金藥清單裡面 剔除了他 即是說美國是就菲比斯去做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菲比斯現在這麼幫美國呢 大哥 因為菲比斯原來不止是吃雷菇醇 他還吃了大麻 是啊 是啊 菲比斯現在其實你敢不敢驗一下毒呢 其實 我覺得他不敢 OK 接著第二條問題就說 美國絕大部分的運動員 是不受世界反禁藥條例的管轄 是啊 而華達的主席 也都表示過 90%的美國運動員 是不受世界的反興奮劑條例管轄的 那怎樣做到一些公平的比賽呢 即是別人國家就要受到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的一些檢驗和管轄 但美國呢 美國理你都傻啊 可以 這樣也可以嗎 是 所以其實 很多人呢 很多真正運動員呢 其實他們是不喜歡美國的 OK 還有 美國 弄了一個叫做 羅琴科夫反興奮劑法 實際上這件事是長臂管轄 將現有的國際規則是置諸何地呢 這件事就是美國自己弄了一條的法例 就是說 適用於所有美國運動員參加的國際大賽 即是說 有美國運動員參加的比賽呢 他認為他就可以管轄的了 那這些也都是涉及到一些 叫做 他認為的違規的 藥品啊 物品啊等等 包括那些的失嫖民 即是一些的保健品等等 都不給的 不過戴上就可以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是啊 那麼他就 逼你去遵守 當你不理他的時候 那麼他就會說 喂 不可以讓他去比賽啊 不可以讓他出現啊 這樣 這樣也可以 是啊 很霸道啊 然後第四條問題 也是非常之重要的就是 美國下屆將會是搞他們美國的洛杉磯下距奧運會 以及延湖城的東國奧運會 那麼 國際體育的參與者 會不會受到你這個 羅琴科夫反興奮劑法的威脅呢 因為呢 其實現在呢 世界的運動員呢 是支持這個 世界 即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 即世界反興奮劑組織 Warder的條例 那麼現在 究竟 遵從哪個條例呢 你又不遵守Warder的了 你又有你自己的條例了 那麼 接下來去玩奧運的 玩你美國奧運的 那遵守哪個條例啊 是不是Warder那些是不用你 因為你都不接受Warder的監管 那麼 其他的國家運動員 是不是不需要接受Warder的監管呢 如果是玩你那個的運動的話 玩你那個奧運的話 是不是 那麼 記住這些問題啊 那麼 因為 美國 到現在 這些的問題呢 我們中國問完 那麼 美國呢 是已讀不回的 我想他不懂得答 吧 也都沒有想過我們中國會這樣問他吧 第五條問題 為什麼美國監督別人的國家反興奮劑的工作 是這麼嚴苛 但是 他自己 又掩蓋 甚至乎 縱容他的運動員興奮劑違規呢 美國的臥底運動員 遺規 免除禁賽 是依他些什麼呢 什麼叫美國臥底運動員呢 他就說 美國有些運動員 他們是 被剪掉了 然後 然後 抽驗他們的時候 喂 你不行 你剪掉了 美國就會說 是啊 他是剪掉了 我就是因為叫他剪掉了 去試一下你 能否驗到他剪掉了 是啊 他是臥底 你不可以禁他比賽 所以 我頭爆炸 就欺不了我 什麼話 這樣也可以 總之 一有美國運動員 出事 他出事 他出事的原因 我叫他出事 我就是看看 你能否檢查到他出事 你檢查到了 你厲害 他繼續比賽 好嘞 事實上就是這樣 OK 所以 WADA 他發了聲明 就是說 喂 美國 你說 你就咬別人 說別人 可能是違規 等等 喂 但是你自己掩蓋真相 你自己縱容你違規的運動員 有沒有搞錯啊 那你的比賽成訊在哪一處啊 那你下一屆搞奧運 你還怎麼搞啊 問了這些問題 那麼多問題 美國都是以毒不回 為什麼呢 因為他怕 他如果真是回應的話 他未必回應得到 那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告訴明傑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文傑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